超级风宛 Garion 达里安 风力20级 强度登上5级气旋地位 12月21日上午10点 来到南北14度 东京91度 柯克林群岛西南780公里海域 从卫星云图上可以看见 Garion 达里安气旋中心 气旋眼又大又圆 中心气压927% 中心时速240公里 每秒65公尺 风力20级 5级气旋级别 过去6小时以11公里的速度向西方移动 未来趋势 达里安系统结构后时 借助赤道高压级的反弹 类似火箭在太空中 借助星球引力的抛物线来加速 过去18小时里 中心时速由140公里 快速提升到时速240公里的5级气旋 行进时速11公里的速度 持续向西前进 在接下来的三天里 Garion还是非常平稳的环境中发展 气象专家认为风力每秒 还是达50公尺左右 风力维持在15级 膝带强风降雨 波涛汹涌地逐渐接近马达加斯加东南海域 到底Darion达里安会如何发展呢 你所感 组织时间看一讲 气象看 组织时间 拜拜 记得关注再走